日路归分成为当天大连足球的潮流 不仅如此 孙人贸人杨戏也会受关注 大连足球归根到底还是要靠大连人 一众老将国公 不仅帮助球队战斗力提升 还将帮助年轻球员成长 此外 将任足成员目前日路更交易人 近日有猪竹和美西克的球运也意外发现 当年插白金一代代表人物 前时德国区队长张若昆 身穿大连立方训练服 出现在远前 学员时代的张若昆 2004年始入选国家队 成为国富汉常客 真正公式预赛 亚洲军 打轻效力时德 后来租近半侧穿贯城 时德解战后 转转广州复利 武汉卓矮 2018年帮助卓矮冲差后正式退役 在颠送时期 个人防守能力突出 身体对抗能力强 他曾三次获得假奔冠军 一次外奔冠军 一次A30赛奥军 两次超大奔冠军 以及一次中奖冠军 在国家队层面上 他在2004年 当中国责获得外奔冠军 2005年东外奔冠军 不仅延续时能担任时德队地长 还在项率广州副律时担任地长 获得2005东外奔冠军 交后务称号 张若坤在上赛季 一方冒联身死胜中 在看台上出现 同宽的还有张文华和前十德国 身外人能够起 可见他心系大联足球 如今张若坤身穿一方被俘 很可能在剧热部任职 张若坤具体职务在外奔写 由于张若坤跟朱挺 赵明健 赵旭日 张冲等人非常熟悉 有望在更衣室方面做出贡献 有可能出任一方对立技术工作 还记得技术论吗 张若坤在2011年约的技术门 曾被推指一路的风头浪尖 当时张若坤被用流时的 对立球大决策 有爸爸称 他利用个人对面的地位 要实用主术的韩国籍教练 朴承华教空 事件报关 张若坤对此事并被否认 最早是 韩国将投制度我们略体能 而足球需要的则是技术 当时怀人一片 张若坤成为中国国台小名 跟韩国教练小技术的中国球员 球迷调道 上看韩先锋加盟 可别重远对看朴承华那一幕 崔开西团队可要断定了 是否应该紧急拨打朴承华的电话 进行交流军队 希望张若坤的球队带有帮助 欢迎关注 将能逛世界 支持中国国雄 优优独播剧全国雄